要说世界杯之后中超联赛,令乃至球队的表现最让人出乎意料,绝对非14场比赛,况下23分成功脱离降级区的胜巴马大连一方莫属,球队能够如此完美, 逆袭自然有他的原因所在,表面上看穆谢奎,卡拉斯科和盖坦这三名万元的进入佳境,以及他们和本土球员,越来越配合默契是关键所在,但背后的原因还少有球迷会知道,近日大连一方的万元盖坦和穆谢奎,先后都接受的足球报的专榜,在记者问道球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,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人, 那就是在一开始后才中途加盟球队的总经理周军,盖坦才谈到周军是毫不念赞美之词,他夸赞周军非常像欧洲俱乐部的职业足球经理人,盖坦认为周军的到来给球队,带来了很多改变非常的重要,周军把俱乐部管理得非常清楚和有条理,这让大家的分工也变得更加的明确, 同时在球队遇到问题时周军知道该如何找球员谈话并很好的去解决,盖坦甚至认为周军的到来让他觉得聚乐部变得更像一个大家庭,球员也都甘愿为这个家具权力付出,无独有偶,穆辛奎在接受专榜,时也称赞总经理周军非常的职业, 尤其是在自己赛季初无法上场比赛的时候周军找到自己谈话,并给了自己很多鼓励,只有重新给了穆辛奎希望,在球队遇到困境间连不胜时周军也会给大家开会,但会议内容并不是一些关话,而是鼓励,大家在比赛中尽情的发挥,周军还成了就算最终球队,成绩不好由自己来承担,他鼓励球员只要比赛中尽力发挥就好, 不要去想其他的,这些都让球队变得空前的团结,从戴塔和穆辛奎的专访不难看出,他们是真的很欣赏周军对于球队的管理,不得不承认的是大林一方能在世界杯之后有如此大的变化,作为总经理的周军绝队是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但就是这样一位被两名外援都称赞的职业经理人,却在老东家上海生花被球迷狂喷, 很多生花球迷甚至认为只要有周军在球队就不会好起来,在生花官宣周军离队和很多球迷都大呼太好了,大林一方外援和生花球迷对于周军的反馈,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实在难以让人理解,也许只有真正的处在其中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原因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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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